埃里克将一撮马毛放到刚出炉的淘气上 这时接触到1200度淘气的马毛瞬间燃烧起来 并在洁白的淘气上留下错综复杂的图案 如果温度再高一点的话 马毛会烧掉 不会被碳化留下漂亮的印记 这里是位于新墨西哥州的空中之城阿科马 这个印第安布鲁 应坐落在高耸的山丘上而闻名 除了风景 这里还有独特的淘气 清晨 埃里克将两种黏土混合在一起 接着在其中加入当地的清水 这三种原料将形成一种叫做滑液的物质 它使用的黏土非常容易溶在水中 搅拌完成后 埃里克将泥浆慢慢倒入石膏模具中 这种铸浆法适用于任何形状的模具 她的奶奶没有使用铸浆法 而是使用了盘绕法来制作传统的阿科马淘气 但是这种用细长的黏土堆叠起来的罐子 使用一段时间后会出现黏土脱落的情况 而她用铸浆法制作的淘气不会有黏土脱落 等到泥浆完全干燥后 埃里克小心地将模具分离开 露出陶瓷的形状 等到完全干燥后 埃里克用抹布擦掉表面的残渣 这个抛光法是她的祖母教的 而她手中这个白色的石头也是她的祖母传下的 现在她要用白石将黏土表面打磨光滑 直到打磨成现在的样子 接着将淘气放进电窑中烘烤 烘烤一段时间后 埃里克将淘气拿出来 此时原本灰色的淘气变成了现在的白色